然后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这个bagging模型 就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代表 就是我们的一个随机森林 然后我们再来说 就是我还有这样一个boosting模型 这个boosting模型相当于是 把我也是要做一个集成 只不过说集成的方法稍微有一些差别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并行的 刚才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并行的训练 训练出来很多个树模型 然后用我的一个树模型当中 取它的一个平均值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一回咱们再来看 刚才我们说一个并行 那我现在一个串行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学不学过那个电路 就是我们学那个电路的时候 就是经常有一个串连的电路 然后并连的电路 然后做一些集体 那这回我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这回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串连的 串连有什么好处 咱们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 在串连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般情况下 这个时候我是把我们的这个基础模型 叫做一个弱分类器 或者说叫做一个弱学习器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弱学习器 弱学习器呢 举这样一个例子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就是说 假设说啊 现在我要去银行进行一个贷款 我要贷1000块钱 然后呢我第一个数模型进行了一个预测 第一个数模型啊进行预测完之后 可能说哎他预测一个结果是他银行能带给你950块钱 950块钱是什么 950块钱 他这个预测值 跟我真实的一个1000之间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差异啊 咱们来看正常1000 然后呢这是我写个A吧 这是A数 A数啊他预测了950 他跟我的一个值之间有差异 差异多少 差异是个50 那这个50怎么办啊 这个50是不是说 我让这个50越小越好啊 它是40 是不是这表示一个误差 误差先50 那你要让这个误差变得更小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是我第一棵树 然后呢我还有第二棵树 在我第二棵树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来想第一棵树少算了50 第二棵树干什么 第二棵树 他只要把这50这个误差给它弥补回来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啊第二棵树我们来看 让他预测什么 他要预测的就不是我那个1000了 而是怎么样去弥补我当前的这个残差 残差什么 1000减去950 等于这个50 所以说啊 B数要预测什么 B数我只需要预测出来残差就可以了 然后呢他预测出来一个结果 可能是一个30吧 然后预测了一下 然后再来看 这是A数B数 还有一个 咱们就画三个得了 再画一个C数吧 C数要看什么 C数要看的就是跟A没关系了 他只看前面那个 在看前面那个的时候啊 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是个30 然后前面呢 我们把前面A和B相当于是一个整体的 我们不单看A也不单看B 而是看前面的一个整体 在前面整体当中 我要看的就是 950加上一个30等于980 最终目标是1000 那1000减去一个980就等于20吧 也就是说啊 我的一个C数要预测什么 C数要预测的这个残差值就是等于20 那这个时候呢 我让这个C数啊 比如说他预测了一个是18 那现在啊 是不是说我这ABC三个数啊 给他构造完了 构造完之后咱们来看吧 最终结果点是什么 咱们来看这个东西 这个公式啊 看起来稍微复杂一些 其实说白了它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最终的结果是 由我这样一个多个数给他求和而得出来的 我们来看 这是相对什么 这是前面的数 加上什么 加上当前的数 这个的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A数我要加上B数 再加上一个C数了 因为在我C数看来 A数和B数不就是之前的结果吗 之前的结果加上当前的结果 这个我就得到了啊 咱们亲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950加30加18对什么 等于998吧 也就是说现在呢 我的预测值是998 真实值是1000 那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个效果看起来就不错了吧 因为只差了2嘛 所以说啊 这个booting算法相对于什么 咱们观察 观不观察到一点啊 就是我这个booting这种集成算法 是不是说 我得先算出来A数 然后在A数的基础上 我有个残差 然后我再够到B数 然后B数它有残差 然后够到C数啊 你说这种booting算法 它能并行的去训练吗 你说ABC去训练 那B数要干啥都不知道呢 C数要干啥也不知道呢 所以说啊 这个booting算法 它首先是一个串行的算法 串行当中啊 我要先构造第一棵树 第一棵树我看一下 它会使得我最终的结果差了多少 然后呢 我构造B数 B数相对于什么 B数就要把A数的结果 B数要做的就是说 它跟A数跟前面的进行组合完之后 要使得它们一共的结果 要比之前还要强一些 这就是我要去做的一件事 所以说啊 这个booting算法相对于什么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弱分类器 这个是比较科学的吧 A它首先是一个弱分类器 然后呢 加上了B 然后再加C 可以一直往下加个100来个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这个booting相当于是一个串行的 在串行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给它 在不断的进行一个调整 每一次往里加一个模型 每一次再加一个模型 咱们来看 在booting当中啊 典型的代表有哪些啊 有这样两个 一个叫做rboost 一个叫做xgboost 这个rboost什么意思啊 这个咱们谢谢大家 就是这个xgboost 因为咱们之后啊 有一节课是专门去讲的 然后我就不给大家 先去说这个xgboost 跟我刚才给大家画 那个残差数啊 它是类似的 咱们到时候 在用xgboost的原理的时候 咱们到时候再说 然后咱们先来说一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rboost 这个rboost是一个比较经典 但是也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是非常好理解的 一个booting算法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其实这个rboost算法 它要关注的就是 我分类数据的一个权重 这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看 比如说一开始啊 我现在 现在这整个数据集当中吧 整个数据集当中 我分成几份吧 我切几刀分成几份吧 分成五份吧 比如说 12345 然后一开始的情况下呢 就是我五个数据来了 五个数据来了之后啊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哪个数据有余 哪个数据比较难分 哪个数据比较好分 我现在都不知道 所以说呢 那一开始的情况下 我会把每个数据 附成相同的权重 一号数据 比如说权重 权重核 咱们暂且设为一吧 然后一号数据是0.2 二号数据0.2 三号0.2 四号0.2 五号也是0.2 也就是说啊 现在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对于每一棵树来说 都给它附成了一个 相同的权重 然后呢 相同权重下 我进行一个分类吧 比如说我现在进行了第一次分类 进行了第一次分类之后 我就发现了 12345 可能就是这个分类对了 这个也分类对了 三号分类错了 四号分类对了 五号分类也对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三号数据 它分类错了 那如果说三号数据分类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三号既然分类错了 哎呀 那我应该更重视一下它吧 我第一次分类错了 我第二次就别再错了 所以说第二次我要再分类的时候 我就要调整一下权重的策略 比如说 让一号它是0.1 二号是0.1 为什么 因为让它的一个权重减小了呀 你看四号也是0.1 五号也是0.1 让它们的一个权重都减小了吧 然后呢 三号数据我们给它多少 给它0.6 这个我可能写的稍微有些夸张 也就是说 在每一次分类的时候 我都要根据前一次的分类结果 调整一下我当前数据的一个权重 那二号数据一看 哎呀 我这个权重比较大了 是不是说 它分类对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呀 然后呢 四号和五号的时候 你看它权重低了 可能四号又分类错了 五号也有可能分类错了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要改变的 就是样本的一个权重的一个策略 每一次分类 我们都要改权重 第一个分类起来了 对待的数据权重是不一样的 第二次分类来了 对待的数据权重也是不一样的 每一次都是有不一样的 越不一样带给我们的效果是吧 其实你可以看就是 越大的一个权重 意味着它最终的一个结果是越好的 就越大一个权重 代表着它是越重视它嘛 越重视它 当咱们在决策数当中 在进行一个切分的时候 可能越朝着这样一个节点 进行一个切分嘛 所以说啊 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某一次分类错了 那么下一次 我给它更大的一个权重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思想 那最终就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就是 有每个分类器 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构造多个分类器吧 每个分类器 它都有各自的一个精度吧 每个分类器都有各自的一个精度 那么最终呢 最终啊 我们来想 最终我还得出得出来一个唯一的一个答案吧 那我想得到一个唯一的答案的时候 我们就想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值 那么最终的值有什么决定呢 最终的一个值就有各自的分类器 我们给每个分类器啊 还要给它一个权重 这是怎么指定呢 你看一二分类器分类错一个 二二分类器分类错点啊 那是不是说一二分类器好啊 也就是说啊 每一个分类器里边 它还有各自的一个就是全值吧 哪个分类器分类越好 它的全值越大 哪个分类器分类越差 它的全值越小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多个分类器 最终来去确定 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是等于什么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不死定模型 在我的不死定模型当中啊 就是我们会分别的进行一个计算 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得到了各自的一个分类器 每个分类器都会有它的一个权重项 再根据它们各自的权重项 去求它的一个合体 这样我就得到了我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 讹多不死的算法啊 然后讹多不死的 是我们典型的一个 就是不死定模型算法 因为呢 它也是一个分类器 一个分类器去算的 然后关于这个XGboost 咱们就之后再说 因为XGboost 大家可以想就是 按照我刚才 画那个图好像找不到了 按照我刚才画这个图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XGboost里边 是不是说 每一次都要比之前强一些啊 所以说呢 这个XGboost 它会使得你最终的效果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大家可能也听过 就是在我们 在我们很多经验当中啊 能够取得名次的算法 基本上都是这个XGboost吧 XGboost也是咱们的一个国人啊 叫陈天奇 他设计的兵器 他不光把他理论设计出来了 还把他呀 就是我们 就是把这个东西 实现成了一个Python库 等咱们讲XGboost的时候啊 咱们再专门去说这个东西 谢谢 谢谢大家